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星图像显示 停手球形声纳后侧有两片浅色调异常区域 分析认为 复合材料制成了停手导流罩 因撞击已破损 经与事故前该潜艇在布林莫顿海军基地时的挺身特征进行对比 事故发生后 停手的颜色由均匀的黑色变成明显的纵向色差 并有一定高差 显示该部位的削衣码和黑色图漆已损坏脱落 防护网由原来的弧形变为折线形 显示挺身前端结构有所缺失 加之前端顶部形似覆盖物的异常浅色区域基本可以得出 潜艇前端因撞击受损严重 导流罩缺失待维修 南海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造成海底地形复杂测绘困难 加之南海多浇滩 水深相对较浅 并不适合康涅狄格号核潜艇身前 在海底潜航时主要靠声纳和海图航行 从美军核潜艇事故检查过程和可见的损伤部位分析 潜艇的碰撞部位疑似是停手 水线以下的停底和尾部推进器 从航行动作上判断 疑似在下潜过程中撞击到了硬度稍低 高差较高 且有一定面积的不明物体 使该潜艇底部从前至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因自身无法判断停蹄损伤程度 紧急上浮并航渡至最安全且距离最近的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进行检查休整 从南海周边美海军基地分布和使用情况分析 美驻日横须赫海军基地 左士堡海军基地 都只具备核潜艇靠驳 物资补给 人员修整条件 无法进行核潜艇修理 而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的海军基地 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协议使用或演习访问使用 并不具备核潜艇停靠维修条件 而关岛仅由阿普拉一处海军基地 并未修建大型修船台或干船物 而浮船物又无法保障大吨位核潜艇维修需求 同时从卫星影像上看 每完成该核潜艇的检查后 工作人员和车辆设备基本全部撤离现场 并没有进驻大量设备展开维修的迹象 因此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下一步 可能还是会向美本土机动航渡 回航至母港布雷默顿海军基地 进行水线下受损部位的维修 同时也要看到 布雷默顿海军基地 虽有六个大型干船物 可用作核潜艇维修之用 但各干船物可能都已排定工期 而康涅狄格号核潜艇碰撞事故又事出突然 维修计划和方案具体工期尚未确定